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郑成功攻打热兰则城 在大炮战之前的一个双方的紧张状态 上一次讲到说河南人派人出去破坏宝兰 郑军所构筑的宝兰 另外他也把在城外 原来河南有一些房子的一些建筑的那些东西 他也是要把它拆下来 像木材 石头都搬回城里面 以备不时之需 中国兵法里面有所谓兼壁清 这个战争 这个兼壁清 兼壁是什么 壁就是城墙 墙壁 城墙一定要牢固 这是兼壁 什么叫清壁 这城墙外的 壁外这个部分 一定要干净 所以就什么干净 就是说没有障碍物 没有障碍物 所以有障碍物的话一定要清除 而且这个城墙外 有的粮食 有的可运用的东西 都一定要拿进城里面来 以免给敌人来利用 这个兼壁清野 这个意涵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就是来 也是来检讨 整个双方工坊准备的情形 其实在这一方面 这个荷兰人 因为他郑成功要到台湾来 有点让东印度公司凑手不及 这个我以前我们都讲过了 所以荷兰的这个准备不够充分 他没有先预表 所以到已经事到临头的话 才要再把这个城外的一些 要去清除 这个未免有一点这个台湾 不过他还是尽量做 对这个困守围城的人来说 像财心 烧财用的 煮饭用的这一些木头 还有这个可以构筑公式的木材 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 所以这个连续两天 河南人都冒险出城 他们去拆除医院 将木料搬入城堡 而且附近有这个断铁厂的木材 也都要搬进来 再过几天 这个也把这个附近的这个砖造的这个住屋 全部要拆除 因为那些砖头房子 砖造的房子蛮牢固的 这政军可以用来做掩体的 可以跟你围城里面的士兵来对抗的 所以当然把这一些拆除了以外 这个是要减少射击的死角 这是轻的这个部分 那防守的一方 都会尽量的延伸他的防守线的众身 你不能那么让人 这个敌人容易的这个所谓兵进城下 逼到你这个城下来 那你这个要再防守 这太困难了 所以尽量要把那个防守的范围要推广 要怎么推到更前面呢 那在中国古代的文献有所谓这个腐落 还有路财这一种措施 就是要在城外设一些障碍物 我想当过兵的人 也都知道这个路财是什么 这个你要去攻一个山头 你在前面会有一重一重的障碍物 都是用这个木材 这些构筑的 甚至挖壕锅等等 这一些 你要透过这个 你才能够逼近那个山头 好了 那么回到这个热兰这城 这个因为这个荷兰的这一边 他获得了从刺坎 这个漂流过来的一些这个竹子 一捆一捆的竹子 所以这个荷兰人命令 有一些被囚禁的这个浮火谋杀人 袁处云 就去利用这些竹子来制造脚刺腿刺 就是说能够这个刺这个脚的 这个所谓这个吉利 吉利就是这个三角钉 这个三角钉那一种东西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看电影也都有这一些东西 不过这个是用竹子做的 这个说起来 这一些脚刺腿刺 这个都是很古老的战术 这个应该都是几千年前的人在使用的 在近代的战争 会在用 那么不论是传统的中国或是欧洲 他们的这个城墙的下面 都挖了壕沟 油水的地方就成为一个叫 这个护城河 这个中古欧洲的这个城堡 大部分都是建在这个山丘上 所以下面是淋着深渊 或是淋着河流 所以险峻的城堡 往往是只有一边连接陆地的 热兰之城 就整个情势来说 他是建在这个所谓一昆森 靠海的这一边 他事实上他是 西边 东边 北边 三边是淋水 西边是台湾海峡 北边 就是巴桑尾 他隔着一个水道 一个船可以通行的水道 东边就是台江内海 所以他只有蓝边 一边 他只有蓝边一边 是连接陆地 这个林陀源 要往今天的所谓二昆森 三昆森 的这个方向 所以照理讲 他应该是 这个防守蓝边就好 但是不是的 为什么呢 他这个大圆寺 他也没有这个围城 就说城墙也没有围起来 这个以后我们也会再讲 所以他变成只是 这个一个热兰之城 再来外面是大圆寺 再来就是台江内海 他构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到真正战争起来 曾成功来占领了 这个大圆寺的时候 你这个整个热兰之城 就变成一个孤零零的 孤零零的一个城堡 所以 他的整个防守的众生 就非常的非常的短 这是我们把当职务的情势 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关于城堡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讲一讲欧洲的城堡 是怎么样的发展 这个热兰之城堡是属于欧洲城堡的 哪一个阶段 那大家就心里有个谱 就可以了解 郑成功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欧洲的军事的强度是怎样的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 双方对抗 这个河南跟郑成功 这一边的对抗 那热兰之城是被围了 不过城的西边 也就是面向台湾海峡这一边 河南人还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他自由通往外海 那城北跟北山北相望的港道 在文献上称之为大港 虽然河军也可以掌控 但受到郑军在北山尾炮台的威胁 这边北山尾炮台 所以你在这个港道在大港 船在走的话 也不是那么安全 这个城的东边就是台江内海 那这个可以说都是镇军的荣克船 已经布满了台江内海了 这是镇军的地盘 那镇军又进驻了大园市 所以热兰之城的这个险郡 可以说丧失了一半 城的南边是一个陆地 是连通二昆心三昆心的临头园的 所以可以说这是城墙 城堡这个铺路的一边 直到这个5月19日 荷兰方面才派出60个士兵出城 沿着荷兰利亚能保跟黑尔德兰能保 这两个能保之间要挖一条豪锅 大家知道 这个大家看这个 等一下我们也会利用这个 热兰之城 这个能保的图 来这个价以解释 那么先说明一下 这个是荷兰之城最先建的 这样的 所以它几乎是一个正方形 它四边有四个能保 有四个能保 再来它后来又加建了 这个是所谓下城 这个用中国的术语来讲 也可以叫做外城 但是因为它这个 上面的这个是比较高 就叫做上城 这个是比较低的地方 就是下城 这个可以跟观众朋友说明的 是今天保留的安平古堡 就是这一块 这个所谓上城 那么这个下城的部分 今天只有一些这个城墙 还残存而已 那么说到就是要面向 这个临头园这一边的南边 所以就是荷兰利亚的能保 跟黑尔德兰的能保之间 它这个是面向陆地的 所以它要在这个城墙的外面 要去挖壕溝 这个可以说实在是太慢了 太晚了 这个真的完全是符合 这个一句话叫做临时抱佛脚 考试的时候才去拜佛 战争的时候才要挖能保 这个不是 对不起 战争的时候才要去挖壕溝 挖这个城壕 那是当然是非常慢 而且也要看天宫皱美不皱美 对不对 你这个挖能保的时候天气不好 下大雨 这个一挖了就崩 一挖了就崩塌 大家知道 这个安平这里 这个都其实基本上是一个 这个沙丘地带 海岸的沙洲 其实地质是都是沙土为主 这蛮脆弱的 一下雨来当然是很容易崩塌 不过后来 这个基本上据说这个豪锅挖得还算顺利 所以也就设了这个布置了这个脚刺 也就是说你一掉到豪锅里面去的话 那你这个整个脚大概就是流血 被刺得流血 那就没有办法 不容易在作战 所以而且他也要把所有荷兰人都要纳入军队组织了 所以这个会议决定 这个市民的奴隶也要组成一个军队 派这个典律长 还有一个自由市民来做指挥官 可以说这个世道临头 连这个奴隶也都要当兵了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大家再回来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这个台湾的觉醒这个节目 好了我们看了这个战事一直在逼近 这个因为我们讲这一段的历史 我们在先前先讲了这个汉布鲁克的这个代姓进来 这位牧师 那汉布鲁克代姓进来是5月24 所以我们先把那一段交代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回头过来说 其实是讲这个汉布鲁克进程以前 这双方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情形 好了 那这个在5月24的这个下午 汉布鲁克进程 对不对 但是5月25的这个早上 这个差不多6点钟的时候 这个郑恒光的军队发动炮轰 这个整个时间的这个顺序 是这个样子的 那大约在天亮以前 那这个镇军就开始用大炮猛烈快速的这个炮轰 城堡的东侧 可见是从这个大园市里面那一边这个打过来的 从城墙上就观察到大炮是架设在这个宝篮之间 这个一门发射以后另外一门又马上就接着发射 所以打的这个镇军这个措手不及了 这个据荷兰这边的记载说 大概镇军差不多发射了40颗大炮 这个以后 这个核军才准备好才可以反击 所以这个首先是这个挨了一顿打 挨了一顿打 因为这个炮弹是集中在奎衣 还有它的眷属所找的一个烟壁 紧急烟壁的这个房子 确实正然当这个重那个 最重要的奎衣在里面 这个炮弹竟是打中这个房子 所以这个核军就骚乱 甚至传出说奎衣被炸死了 不过在这个最本类的炮弹当中 奎衣现身 安定军心 他从那个房子走出来 好 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那一张能保的这个图 大家就可以了解 这个奎衣 他是从一个城堡走到一个城堡 从甘伯尔这个城堡走到密德堡 再来走到中央那个方块的那个广场那里 这个他在广场还下了指示 再到这个菲利兴根保 对吧 菲利兴根保 因为这个以后我们都会讲这个能保 主要的这个炮台 主要的大炮都安置在能保那里 所以主要的士兵都在能保那里 所以能保是个这个防守跟攻击的这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到了这些能保去寻了一圈 安定军心 鼓励士气 再来又回到这个广场来调度 这个下达命令 这个 政军炮集中这个炮弹的打的那个房子 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恐怕也不是误打误撞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走漏消息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说那么巧 城里面那么多的房子 葵一跟他的眷属 这个临时躲避的地方 确实重弹 重的最多 重了53颗炮弹 这个有的是蛮重的 24磅的这个铁炮 这个房子几乎都被打穿 不过也非常奇迹 竟然没有一个人受伤 而且妇女跟儿童都能够这个安全逃出来 所以这个 那所有的荷兰人是非常信这个 信这个上帝的 他就认为这是这个上帝保佑的大奇迹 那这个朝向市政那一边的 像这个菲利辛根宝 和这个甘伯菲尔宝 这是朝向市政那一边的 以及新增的 新增建的灵宝 和这个半月宝之间 这个他们都一一的去统计了 战争以后 结束 这个炮战结束之后 就统计 这些城墙被打了 这个250个窟窿 有的炮弹 炮弹还是穿越 这个城堡的上空 打进这个教堂里面 打进这个长官的这个官邸里面 这个 所以 这个火力 这个主要是聚集在这个上层 是吧 这个下层并没有损坏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以前的这个炮弹的这个射击 是吧 像是一个抛物线 这个大家知道是一个抛物线 所以这个从试炼八方来 它会这个漏到这个 这个城里面来 有的时候会越过 越过这个上层 再去打这个下层 所以 这个 这是当时 这个今天讲的是 十七世纪的时候 这个战争的这个情形 好 那么我们 这个 这一场战争 暂时 暂时 这个说到这里 这个 后续是怎样 请听 这个下回再分解 这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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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谢谢观看